同情胡樂兄你現在大家晚安 演技一句話說這太美好了 以致很難相信它是真的 怎麼說 魏映聰今天下午 終於被裁定積壓 禁見 不到兩個禮拜之前 我們的行政院長江儀化 全國最高行政首長江儀化 還在幫底薪講說 這些東西吃什麼吃沒問題 一個天堂 一個地獄 因此到底是因為 罪證雀巢 還是因為民怨太深 如果是因為民怨太深 所以不得 讓它變成罪證雀巢 那很多人就問了 接下來的發展 真的會像是 一個罪證雀巢 發展的案子嗎 我的意思就是說 會不會風頭上 打開大了咧 但是等到風頭過了以後 慢慢的轉的收起來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政商勾結 真的就會有用了 為了這切的給各位 告訴大家 現任五年代表 台北大學的 教育博安君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代表局局長 何志偉 主持人好 大家好 知政美人 翁水町 大家安安 大家好 港湾知政美人 中聯皇 主持人 各位美鳳姐大家好 律師 我們的黃定 社教育 大家好 好 彰化地檢昨晚發出了 傳票 約談鼎心自由錢董作魏映聰 因為他涉及的背信 圍造文書等罪 被檢方申請的羈押 今天要討論 彰化地院召開了生涯型 法官越見申請之後 認定混用飼料由罪證缺槽 魏映聰以及鼎心屏東廠長 曾啟民 裁定羈押記憲 送進的看守所 來 我們看看稍早的新聞報導 裁定收押禁件送上囚車 可能腦筋空白 魏映聰 腳步踏腔 別輕 別輕 魏映聰 你不認罪嗎 魏映聰 你還不認罪嗎 風光人聲 重重摔了一跤 魏映聰縱使家財萬貫 犯罪處罰 確定失去自由聲 我找你們收拾下屬混油 收押禁件 魏映聰臉垮了 諷刺的是 法庭外卻是鼓掌叫好 時間往前推 以審生押停 魏映聰被兩名罰警架著 脫下外套 蓋住被上銬的雙手 神情落寞 不乏一語 你昨天睡得著嗎 昨天三十一是為了要換無罪嗎 三十一是為了換自由嗎 真的啦 他媽的神情啊 我愛信啊 面對民眾指責 魏映聰沉默以對 聖鴨庭 審理由下而上 先傳訊頂心屏東廠 廠長 曾啟明 我知道嗎 廠長 你知道嗎 知情嗎 是不是魏映聰受益的 他們並沒有承認犯罪 頂心黑心油岸 檢方偵辦收網發出傳票 一生順遂 但這不到一百公尺的路 卻是舉步為奸 回到彰化老家 迎接他的並非掌聲 而是虛聲 要來看這個下西中華人的真面目 作独猶來毒害全台灣的百姓 我想兩三個禮拜進行 魏映聰 魏家大概很難想像 中文工作 眼看他起高樓 眼看他樓桃了 我們並不是說心情寡歡喜 感太多於歡喜 進行地保兩百六十坪 可以一個人住 可以一家人住 眼看 現在三坪四坪四個人一起住 這個說真的 一定量幾下回憤怒以外是感慨萬千 可是為什麼會落到今天這個地步 我想他們今天落到這個地步 縱觀兩個字就是特權 我們來看魏家 他去中國那一段我們不提 因為中國是馬英九口中的補藥跟鮭魚 甚至是金魚回來台灣之後 其實一路靠的都是特權 你看魏尾來台灣發行康師傅的TDR 台灣在中國賺錢的台商很多 可是為什麼他可以發行TDR 其他人不可以 這中間有沒有特權 買101有沒有特權 要不然怎麼買得到這個 幾乎就是半關股的銀行的股票 三十幾% 他現在是最大股 除了關股以外最大股東 然後買地保可以自備款1% 貸款99% 我想任何人大概都沒有辦法有這個能力 還搞事蹟 對 搞事蹟 然後甚至還想買中家 這難道這都不是特權嗎 那今天魏英聰他不是官 他只是一個生意人 一個平民百姓怎麼會有特權 那就是有人有官給他的 甚至是縱容他或包庇他 那他用什麼讓這些官給他 那很簡單嘛 錢嘛 就是你該需要錢的時候 該選舉的時候 我就捐給你 所以我覺得今天這個事情 雖然很多人也許 覺得大快人心 這個人終於被抓起來 可是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說 這件事情的法律程序有沒有完備 感覺上我們的地檢署 我們的高檢署 好像是在聽行政院長跟總統的命令 總統喊殺就殺 喊抓就抓 之前沒喊殺沒喊抓 就不抓也不殺 我告訴大家一個很荒謬的事情 前天不是北檢去扣押地保嗎 然後昨天去搜索了嗎 大家以為是這個案子 對不起錯了 是去年大統的案子 高正立已經抓去關那裡 已經判行政院抓去關那裡 魏英聰跟他是同案被告 結果事隔一年之後 我們的地檢署突然想到說 唉唷不行 要找證據 對 這個人可能會脫財 所以我們趕快去扣他的財產 這個人可能會滅證 我們趕快去收他的證據 是 有人這樣子辦案的嗎 是 那我合理的懷疑 去年那個案子 原本可能打算就算了吧 但是因為今年這件事拼了 事大條 已經沒辦法沒辦法算了 所以只好大張旗鼓的去辦他 那辦他還有一個好處 轉移民院嘛 因為現在所有的民院 集中在中央政府 你這個政府怎麼那麼無能 明明有毒的油 你兩個禮拜前叫我們吃 說跟大家講說放心可以吃 是 那這個中央政府的 已經受不了這個民院了 甚至都有人 國民黨內自己有人 點名要這樣一話下台的時候 他利用這個大動作 四兩波天津 把這個民院 把它轉移到魏家身上 可是我要提醒大家 現在只是收押近見 距離定驗 還有很長的路 是 連起訴都 起訴都還沒有 去年案子都還沒起訴 更不用講今年的 是啊 到將來會不會判刑定驗 甚至都還是個未知數 是 我們憲定有的訴 第一 這整個的程序或者時間 其實對很多人來講 是有點荒謬的 對 還沒有約談 大家都記得 先把它當成犯罪行為人 扣押他的財產 對 進行 連問五連都連問 然後現在一夕之間 收押近見 是壞嗎 我覺得年煌告哥 剛才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 過去這一年多 其實從大統的高正利 這個案件 他本來是同案的被告 那這一年多 台北地檢署都不動作 那代表說 如果說他可能涉嫌不足 你就把案子結束掉 算了 但是你在馬總統 一喊說要切割 然後說什麼 該積壓就積壓 將以後講了這些話之後 台北地檢署 突然就配合辦案了 那代表過去這一年 你不辦案 是不是政治壓力 政治的因素 讓你不辦案 那我們過去都知道說 你這個衛家 跟馬總統的關係 相當的良好嗎 包括你還說他是 讓他背書說是補藥 現在補藥變成毒藥了 那補藥變成毒藥 馬總統到現在為止 沒有跟人民道歉 那回過頭 整個司法程序來看 過去一年多 你都沒有動 直到馬總統 跟江儀華喊話之後 你檢察官就配合在辦案 當時是 其實 他去扣他的財產的當下 記者打電話來跟我講說 司法縣的記者 跟我說 他去扣了他的財產 五十萬 五十億 五十億 我聽了之後 為什麼去扣 他說是北檢去動作了 說北檢不是過去這一年都在做嗎 如果是當時詐欺的不乏所得 你要去扣他財產 這一年你都不動作 直到馬總統江儀華喊殺之後 你才動作 我說這個不是服務政治是什麼 我們才是服務政治 所以檢察官在這裡面的作為 我說 其實我們作為法律人認為說 這是相當令人不齒的 那今天我們遇到一個重 另外重大的問題在於說 如果今天他運出去的這個飛機 裡面所做的夾長的帳策 或者是裡面有一些重要的 政治現金的一個捐款的一個資料 他就變成一個保命符 變成重要的 我覺得各界都去講說 剛才主持人講到了 他不是脫產的問題 重點在於證據會不會滅失 關鍵的證物 會不會滅失的問題 是 是 是 那如果 扣押 搜索前一天 飛機出去 對 搜索完畢 飛機回來 那我就要問啊 飛機裡面裝什麼東西 對 事實上這是讓我們最感到疑惑的不解的 不管有沒有 如果沒有的話 鼎興貴家真的是那個危機處理是零分 你知道為什麼嗎 正在如此敏感的時刻 我說我拜託 有什麼 你不衛英州也好 衛英郊也好 他們這裡兄弟也好 他們死的兄弟也好 不分家都到地 你明明知道 你老三衛英充有可能的 因為事上官司還被收押了嘛 有什麼事情急得一定要坐飛機到對面去 有什麼事情到這個時候急得那麼 一定是有理由 一定有理由嘛 還有就是說 好 重點來啊 他是小飛機對不對 那當然 民航局說他有跟法務部跟高警署都照會過了 說因為在飛機上的衛英州並不是這個被限制出境的人 說飛機也不是被扣押的這個動產不動產嘛對不對 是 可是問題是 他還有補一句說 會按照海關的那個程序怎麼樣檢查怎麼樣 問題是 拜託的 你出國國嗎 出國國你都知道嘛 你的行李 只會掃描看看X光掃描看看裡面有沒有爆裂物 有沒有微禁品對不對 是 有沒有人會去翻你裡面的什麼東西啊 沒有啊 所以如果這個假設你不能怪我們大家在那邊假設在那邊懷疑啊 為什麼呢 如果真的把一些萬一保命的文件 真的因為這樣帶到中國去的話 不是不可能啊 所以瑞德我再繼續問你喔 昨天早上不是去扣押財產喔 昨天早上去幹嘛 去搜索包括101辦公室 對 包括松江陸的那個衛權的辦公室 包括地保豪宅 對 他要搜索什麼 搜索證據 他是昨天才想到 如果是昨天才想到太夯 如果一直認為應該要搜索證據 為什麼前一天的 飛機要過去的時候 只問是什麼人 不問 在什麼東西 雖然你也應該要做一個動作嘛 你明知道 而且民航局都已經告訴你這個事情了嘛 對 不然你趕到松山機場去嘛 我看完以後 先做過一個過例 基本的過例嘛 而且在這個關鍵的時刻 講難聽一點 關鍵的時候你明天一大早就要搜索了嘛 沒錯 今天晚上飛機就要出去了嘛 那更好玩的是什麼你知道嗎 好 飛機飛出去了 然後因為大家都質疑 他到底載什麼東西出去了 是不是脫產等等 昨天飛一架回來 問題是 今天本來要飛一架回來 可是因為 衛銀充收押了 聽說又不回來 問題是 什麼地方呢 你這樣飛一架回來要幹什麼 是 你小飛機飛回來要幹什麼 你如果真的萬一有在所謂的可疑文件 或是我們 我們很不想看到 萬一裡面有什麼政治先進的內幕的什麼東西 那你已經載走了 你空機回來幹什麼呢 是 這就是問題嘛 就是說 如果你說 飛機走了 然後才確定要搜索證據 我們是 那如果之前就說要搜索證據 證據只能裝在地堡屋子裡面 不能裝在飛機裡嘛 有的連倉庫都給你找 整架飛機就讓他出去 然後再讓他 當然 立刻再回來 是不是任務已經達成 我們這段 先告訴大家 休息一下 我們繼續 謝謝 對於行政院長江以化 是不是該因為 沒有把食安風暴給處理好 辭職下台 連勝文改了口 目前為止看他處理 我覺得看官場教委長處理的這個過程 我是認為我個人是願意說 讓他給他一點時間 讓他去處理這個東西 原本想跟馬江做切割 連勝文態度卻軟化 難道是江回接受專訪時 講了這一席話 真正關鍵的 通常是 在對決的候選人 他個人的條件或特質 其他的一些社會事件 也會扮演一定的因素 但通常不是關鍵性的因素 我們現在 不是說是誰在怪誰的問題 我們現在是要面對問題 然後是了解問題解決問題 連勝文想要擺脫中央執政包袱 高舉敵網的改革大旗 沒想到卻遭到馬江的襲擊 一來一往之間 沒有替自己的選情加到分 我說真的 江以化這個人真的不夠意思 我們現場有台北市的市議員何志偉 連勝文雖然三十多個小時之前打了 這個江以化一巴掌 可是人家受訪的訓人 人家講 我又給他一點時間 可是江以化怎麼說 江以化就說 哎呀 選舉 地方選舉 落後 那是個人的問題 換句話說 連勝文想要再轉還一點 可是似乎江以化沒有忘掉 連勝文你沒事踹圍腳幹什麼 但是連勝文現在是不是 Q多等了 是不是台北市選情 實在是也得罪不起 我一直覺得啦 一個行政院長他是資源的總會整 所以他一開始想說 口值心快 突然講一講之後發現自己說不對 所以就三天三變 那連勝文呢 你因為你的三天三變 結果票掉得更多 現在網路已經有一篇叫 26切的文章出來了 打從連勝文7月9號 什麼西門町看板 一路到什麼政治先進 還有什麼抹黑站 到處都在切割 那老實說 我一直覺得說 連勝文你切割的功力啊 比柯文哲的開刀還會厲害 還更厲害耶 那今天我一直要 反問連勝文一個問題 就是說 你現在到底是誰 你要幹什麼 你現在東切西切 然後說法一直變來變去 不了解人以為說 連勝文你是不是 真的是有一些狀況 你知道嗎 那我認為說政治是妥協 可是你那麼年輕 你那麼清新 你當時候被認為 是國民黨一個新星 結果你每次一說什麼話 後來又在修正了 你跟馬英九越來越像了 講什麼話 到最後都會在做修正 你們在地方上 有沒有聽到藍英的人講 比如說深藍人 連勝文 你沒事幹嘛回過來打馬英九 你之前又罵馬英九 之前又罵馬英九 因為你打江不就等於打馬嗎 地方上有沒有人覺得 連勝文你到底想搶什麼票 現在一些藍營的人 一下看到連勝文打馬很高興 有些也覺得你在幹什麼 中央已經這麼爛了 你還繼續罵他 那可是我看到更多人是很錯亂的 因為有一下子連勝文很強硬 對中央講出人民心中的話 那一下子又在拱馬 那講來講去 然後到最後還會再自我修正一番 還要發這個新聞稿 亂七八糟 當然覺得說 你連勝文到底有沒有中心思想呢 你的核心價值 你的想法是什麼 大家被他搞得很錯亂的 那相對來講 台北市未來問題這麼多 雙子星的問題 你要怎麼去解決 你會不會突然 有一個人耳朵跟你講一句話 馬上就改變整個態度了 所以大家對連勝文是越來越緊張 除了說不會選舉之外 你還不知道你連勝文到底是誰 是 漢選雄我們看到江宇華那一句話 這針對連勝文喔 雖然沒有解明連勝文 地方選舉 選情敗 這是個人的問題嘛 那換句話說 連勝文雖然改了 但是還是得罪了馬江不是嗎 我認為江宇華那個是放一個風向球 其實我覺得他有點在 這個等於是對連勝文一個冷縫 說你不用說話那麼大聲 為什麼呢 剛才我們大家有說一個問題 我從那個問題講起來 說 衛嘉是不是真的載了一些重要的文件 去中國 如果那裡面有政治獻金 如果又是給最大門神的 馬先生的獻金的話 我請問 中國拿到這個資料以後 我們的總統都叫第四 是不是 予取予求 予取予求 這才是真正國安層級 以後什麼 以後不用彰顯要泄滅 還有 什麼沒講出來 應該啦 如果投資 應該也不會只投資 某一個人 或者是 我就是要說這個 會不會 就是說 這一定 一定贏的 都會有投資 所以連勝文在第一時間講說 他是為了他選情 他也要趕快切割 這個是講真話 因為你知道這次實安的事情 對選情很壞 所以一定要切割 有什麼過兩天還是 有誰跟他講錯 你不要講這個 你如果說到大家都失敗 沒關係 我現在越來越懷疑 他們那整個 整旁在那裡 所以他 第一時間為了自己選情 嚇到 要說 但是馬上就有人警告他 你話不要講那麼快 又剛好講一話 又在哪裡 他笑 你不用說別人 你自己告條比較重要 所以我認為 這個案情 真的是越騷越大 我現在要質疑馬鑫九 我在 馬鑫九 你說衛家是禮貌性拜訪 今天已經有人在質疑你說 衛家去總統府不只一次 出來澄清 到底衛家去幾次 你不要像 之前去那個 台北的富邦一次餘餌一樣 一次 兩次 三次 最後五次 是不是 一隻餘餌 三隻餘餌 我補充一個數據 鼎心集團 一年的年年額是 2.5兆這麼大 所以大家在笑說 你丟個30億算什麼 所以我們一路看到衛家 這一波一波一波 你看檢調連手銬都沒有 今天聯合晚報還爆出來 是 哇更小耶 所以我一直覺得說 是不是從行政院到總統府 乃至於我們的連勝文先生 這麼好的都被衛家給買掉了 你知道嗎 這是我最大的擔心 因為你看他連衛家的態度 他也會轉 對 將一話的態度 他也會轉 所以 套一句吳敦一講的話 白矮屯會轉彎 可是錢呢 可以讓正整路轉得更嚴重 是 楊旺 到底這一場選舉到現在為止 這個食安問題 說是對連勝文產生的大影響 那影響在哪裡 他變東又變西 能夠撈到票嗎 食安問題的確對國民黨基層 產生影響 因為我最近碰到好幾個 國民黨的市議員 台北市議員 因為他們在基層在跑 他們的確都基層碰到他們 大概就只有兩個字 叫做幹狗 是 大概就 就是國民黨自己的支持者 所以連勝文也去狗這樣一話 其實也蠻合理的 可是為什麼狗 連勝文大概也 也知道這樣的情況 對他選情非常不利 可是我覺得連勝文畢竟 選舉經驗少 政治鬥爭經驗也太嫩 是 你連勝文以你今時今日 你覺得你一個人 可以鬥贏馬江聯手嗎 是 因為馬江很明顯嘛 在聯手嘛 因為在 蔡振元幾乎接受 一週刊專訪的形式 點名要 江儀化下台 郝龍斌組閣 然後當天 下午總統府 就禮拜三嘛 就發了一個新聞稿說 立挺江儀化 江儀化做得很好 下午國民黨中場會 馬英九在家嘛 已經很明顯告訴你 你想挑戰我 馬英九說 你連我的 9%的票你都拿不到了 對 你想挑戰我 每人都沒有 所以馬江聯手 連勝文是戰不贏的 可是我覺得連勝文 你自己 到底你的定位是什麼 連勝文你應該去回想 你為什麼能有今天 不是因為你大明王朝 你的丐幫說嗎 當時社會是給你掌聲的 說至少這個少年 在國民黨裡面 還有一點改革的想法 還有一些改革的企圖心 可是你一旦要選 要選市長的時候 你開始去跟馬英九鞠躬 在韓風中 在美國等金普衝等40分鐘 那個時候 你已經不叫連勝文了 那時候還是少年 那叫什麼少年 少少又很可能 對 那個時候你已經不是 以前的連勝文 可是你現在又想做回 大明王朝時代連勝文 你如果選舉選得太累 腦筋不清醒 可是選民看得很清楚 選民會覺得錯亂 我現在到底是 哪一個是連勝文 是 候選人最怕什麼 選舉的人都知道 是 最怕競選的主軸 從頭到尾一直在變 一直在變 那這種候選人通常是選不上 連勝文今天 因為他落後 他民調長期的落後 所以他急了 他想要切割 並急亂投一 對他想要切割 想換取一些 潛藍或中間的選票 可是 當他切下去之後發現 欸不對 深藍的票不見了 是 這個時候又回過頭來 吃這個也錢 吃那個也錢 兩邊都沒有 最後是兩邊的票 通通都沒了 結果剛剛說了 說得不賠錢 但是我要問 隨著 是 按照連勝文這樣的一個做法 或他的身分 他適合說 我願意給他一點時間嗎 你可以批他 可是反過來講 你用什麼身分 有時候會說 我願意給江英華一點時間 是什麼身分 全台灣只有一個身分 而且是總統的身分 你知道嗎 所以現在連勝文還沒算 有沒有 他已經到了總統的高度了 你知道 我願意給他一點時間 我要聽他 聽他一下你知道 這為什麼呢 我不知道欸 我覺得連勝文 我每次都覺得 連勝文只要出來講一支話 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 又降低了一點 你知道嗎 你怎麼會 他還有空間給他 還有複數 你怎麼會講這些 很荒謬的話 你知道嗎 我願意給他一點時間 現在是你決定的嗎 他就把人的事情 又轉到十安 不過 對 不過從連勝文這樣講話 對不對 他的總幹事 蔡正元委員也是這樣講的 是 蔡正元幹脆就 委員幹脆就點名了 對不對 江夏好上 是 所以昨天馬英九快 跳出來 意思是說 我說我難聽 你們爹還定的 你知道嗎 輪不到你們去說三道四 你知道嗎 我覺得很遺憾的是說 其實當連勝文出來講說 他認為 如果是他的話 就是說江一話 處理十安這樣 如果他會選擇離開 那時候我是給他肯定的 不管你怎麼講 不管你這麼正常 那時候我給他肯定的 不過不到24個小時 你就不能肯定他了 為什麼呢 我告訴各位為什麼 剛剛連環講的沒有錯 在連勝文開始 講出這句話以後的 24小時之內 我們接觸很多 藍營的名義代表 大家都在幹掉 你知道嗎 為什麼呢 我告訴各位 連勝文有個最大的問題 他想要討好所有的人 尤其包括藍綠對決 裡面的藍營的 潛藍深藍神秘 中心選民 都想要討好 最後的結果就是 什麼都不要討好 還記得嗎 之前打選戰的時候 他有一個 兩顆心臟 兩個軸心 到哪裡去了 不見了 你知道為什麼不見了嗎 他要討好 要討好那個 大同萬華對不對 民調的結果沒有支持 他沒有增加 但是東區 本來的施政委 那個地方掉下去了 你知道嗎 所以現在絕口不提了 所以呢 這一點讓我們覺得 最奇怪的就是說 為什麼你說的 當你民調最高的時候 就是在你講出 丐幫王朝大明王朝的時候 我告訴你 我在很多的場合看到 很多藍營的人 看到林勝文的時候 那種希望那種熱情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不能接受 現在他們藍營的組織 是一個秀花枕頭 恨鐵不成功 他需要一個新公主 就沒想到這個未來的新希望 未來的公主 竟然去跟他的現在的組織低頭啊 好 來 我們這段先到這裡 小小姐 後段繼續 謝謝 各位朋友 我為什麼我觀察林勝文 對於衛家定心 這個黑心有的事情 我為什麼觀察到林勝文 是心虛的 理由很簡單 怎麼看 當全台灣都在說 衛家你們離開台灣 林勝文說什麼 啊 管你頂心或頂就 你們得由十年不准上 進入台北市 十年進入台北市 你就算一百年不進入台北市 都不夠 因為台灣人一直在講 衛家你們離開台灣 但林勝文不敢講衛家 也不敢罵頂心 他只敢講 啊 頂心或頂就 什麼叫頂心或頂就 意思是說 我重點我不再對公司 或對人 我在對黑心有 問題是 黑心有十年不進台灣 你怎麼標準這麼低 所以林勝文要去批 江儀化 他也沒辦法批得很用力 他要去罵魏英聰 罵魏家 那更罵不上去 為什麼 那就是因為 有人拿TDR 各位朋友 因為爆發黑心飼料油事件 頂心魏家 避受台灣的全民公敵 各位民眾 台北請就殘酸 林勝文 因為他買過頂心 康師傅TDR 這幾個特權 歸台灣兩把幾人買得對 加上他的父親連戰 替魏家第二代賬過婚 所以被外界質疑 你們兩家關係匪淺 好 林勝文今天出面了 說什麼 說他們跟魏家根本不熟 更沒有收過魏家任何一毛錢 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我們來看看相關的報道 我們來看看相關的報道 兄弟姐妹 子女什麼妻子 全部裡面交出了問題 就表示我們跟他有關 我想這種邏輯 大概也就是在台灣選舉的時候 才會發生 他爸爸在這個 宴請很多的兩岸的重要的 來台灣訪問的大陸的官員的時候 也都是跟魏家來來往 有沒有帶魏家的人 跟聯席會的人見面 聯胡會的人見面 他就是各種台商巴結的對象 周玉寇警咬連家在兩岸的政商關係 不過外界質疑的 還有聯勝文曾經圈購頂心康師傅的TDR 還獲得退休 難道他跟魏家人真的沒有交情嗎 當初我們是捧這個證券商 永豐證券的廠我們去買 25張是占全體的發行量的萬分之六 千分之0.006 就因為這樣就說我幫他們護航 有金錢上面的往來嗎 當然沒有 我們從來也沒有拿過人家一毛的政治現金 我們從來也沒有接受他的捐款 你這次參選也沒有他們的政治現金 絕對是零 我現在可以跟你講零 他以前做董事長的富人投資公司 圈購100張 那圈購的意思就是說 他是發行公司就給他特權 這個就是一個道德問題 一個政商的一個關係 錯綜複雜的問題 越苗越黑欲蓋謎張 好我們來看一下 有關於連勝文對鼎心TDI的回應 古年10月18日他發出的聲明說 報道他事實不符 他與魏家沒有不可告人之事 隔年就今年的1月4號 他說自己花錢買25張股票 承銷商所需費收的太多 退1萬8千元給我 今年的1月4號也就兩個禮拜以後 他又發新聞稿說明 他購TDIR的時候 根本未擔任永豐金任何職務 OK 好今天我們看到了2月14號 10月1月16號 他說當初是捧永豐證券的這個場 捧場所以買了25張 財政發行量萬分之六 我護航什麼 我們這麼講好了 水準 以他對 柯文哲那種追到MGE4號裡面 是不是真的來看什麼都在看 他在這個事情上面 我們就先講 他最先說的是 我是去捧場才圈購或買這25張 這個跟捧場這兩個字用得上去嗎 這個先說文解釋一下 什麼叫做鋒證 鋒證就一定要有色彩 沒有人要鋒證 對不對 我自己沒有色彩 我沒有台幄字 沒有人沒有說 陌生人路人叫我鋒證對不對 說得難聽什麼叫做鋒證 鋒證應該是說 那些人就拿出來買了 有人要買了 有人要買了 就告訴我李宗 給你買幾十張這樣 是這種狀況嗎 老百姓要去抽籤 抽籤對不對 百分之五的中獎率 還有一個重點 還有一個重點 其實連勝文應該出來解釋 他在廣播裡面所講的一切 為什麼呢 他的重點不是說 他說鋒證 為什麼鋒證 因為我是永豐營的當事 感謝段銀康委員 可能我在想連勝文可能是說 世間沒有這麼無聊的人 你知道嗎 為什麼呢 馬上打臉 為什麼 2009年 定性TDR回台灣 來申請對不對 開始 2009年連勝文 不是永豐證就聖公董事 兩個要件 一個是說鋒證 鋒證 食材不知道叫鋒證 沒有食材怎麼叫鋒證 第二 因為我是永豐證的當事 所以比較要鋒證 問題是你不是當事 那時候應該是做什麼 那時候又要卡公司的當事長 那牛頭不對 馬嘴 那到底我要相信哪一個 哪一個連勝文呢 是不是 是不是明天你又接受另外一家 訪問你說 我去不對了 不是啦 不是因為你鋒證 還是因為怎樣 所以你應該出來說清楚 講明白 你到底是記錯了 還是你在說謊 第一 你是法律人 一般來講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常常講說 你就坦白從寬 對 你就是特權嘛 但是他今天為什麼會 這是最新的說法 就是說 我是去捧場 那之前 沒有出現這兩個字 那我們對於捧場的定義 剛剛已經講了 對於捧場定義就是說 譬如說 行李壞 朋友幫你捧一個場 可是我們知道TDR 那是這樣子嗎 他這個三講四不對啦 捧場的意思真的是 認識的朋友才有交情才會去捧場 正常在 如果說這種圈購人 你真的是要很特殊的一個關係 你才能拿得到這樣的一個 給你好處叫捧場嗎 對啊 所以這不是一般 合理的一個講法 那我覺得 嚴盛文在這個表現的過程裡面 其實應該說有點 橫槍左板 有點亂掉了 他在裡面如果說 正常的關係 你如果一開始未家出事情了 你用正常的一個判斷 你也知道說他們兩家可能是四交 畢竟證婚這些都在一起 他是連戰耶 連戰去證婚 他不是一個鄉民代表或市民代表 你真的要來證婚 連戰會去證婚的 一定是有特殊的一個關係 所以他一開始如果態度就是坦然 他坦然 就剛才主持人講的坦白充寬 如果一開始坦然說 我們兩家確實認識熟識 但是對他們的行為 我們確實不知道 這個很合理嘛 如果這樣解釋是說得通 他一開始就切割 切割跟你說 我們兩家不熟識 然後連駐鄰居都沒有在互動 這講起來沒有人會相信 那我覺得 其實連勝文在這個過程裡面 包括說他對柯文哲也是一樣 柯文哲 畢竟也在他的槍傷過程裡面救過他 那這個過程在2010年那個 馬面的槍擊案 其實連勝文在參選之前也講過 他說對於柯文哲在他為難的時候 他表達感謝 大家聽起來覺得很符合人性嘛 他一旦參選之後 大家最近他對柯文哲的評價是什麼 MGE49案他說這是台大醫院 醫師裡面的害群之馬 從救命恩人 就變成一個醫師裡面的害群之馬 這人家一看就覺得說 人性的一個扭曲 那到後 其實連勝文如果真的回歸到本性 是 回歸到人性 你從不管剛才講到大明王朝 或者是說丐幫 你就是包括切割 你現在要切割將一化 大家都給你鼓掌架好 因為你跟真實的人性是站在一起的 對 但是你現在是為了選舉去扭曲 扭曲到不成人形 那我覺得這對他的選情 完全沒有加分了 是 那個台北市市議員 有 很多人就問 要不是只有連勝文在選 柯文哲也在選 為什麼我們沒有對柯文這樣 不好意思 從國家機器 未產政部到教育部 一直到法務部 全都落去了 所以大概不必反我們來弄 但是我真的很想知道就是說 連勝文如果一開始就告訴我們 第一個 我用多少錢買的TDR 第二個 他說他賣出去嘛 我用多少錢賣出去的 這樣不是就一目了然 那大家各自新政幹什麼 他為什麼講了這麼多次 我買了25張 多少錢買的 我賣了多少錢賣掉 就拿法務部或者教育部 或者財政部對柯文哲的做法 他這不是說我坦蕩蕩嗎 套一句周一寇講的話 連勝文是一個說謊成性的壞孩子 請大家不要投給他 那現在深藍的或淺藍的中間選民 當時候發現 那個連勝文講大明皇朝的時候 哇讚喔 可是發現他現在一直在錯亂當中 發現當時候 那個連勝文不見了 所以沒有辦法投給他 認為說 現在的錯亂 導致說 真的是一場錯愛啊 那我必須要講 連勝文為什麼要一直說謊呢 他一直在做政治算計 擔心他 或者是他的幕僚 可能算計的這個算數又不好 所以咧 這個算來算去搞來搞去搞到自己更糟 那今天拿到頂心的TDR 必須要講 那個萬分之六 萬中取一的連勝文 你就是有買嘛 你就是有賣啊 那為什麼不能像柯P一樣 把所有帳策交易的明細 清清楚楚的 坦白的告訴我們 那最後 我還是要講 連家跟衛家 現在趕快再切 你看在切的過程當中 會聞到有點濕臭味 有點怪怪的感覺啊 為什麼呢 我必須要說 他們兩家 必須 真的是很麻糬的啦 因為連跟衛在中國的版圖 其實有一個買辦的那種地位存在 任何人要去中國做生意的時候 要透過他們 那今天我認為 連勝文到最後 你再這樣搞 你會不會連你爸爸都切割掉了 選舉不能選到沒有人性 我現在真的為一個 連勝文感到有點擔心 那我最後 其實做一個當一個市長 我舉例 連勝文最喜歡講紐約 那今天衛家這個事情 他從來不講 彭博當時多帥氣啊 說紐約的小孩子 不喝會變胖的可樂了 那你今天有沒有對食安的事情 舉出你未來要做的什麼事情 完全不敢講 全變閉嘴 這樣子對嗎 連勝文你不見了耶 這是很讓人家納悶 但是 原來我們有一個辦法 可以來看看這個捧場 到底是真是假 其實連勝文只要告訴我們 我去捧場 所以那25張TTR 我是虧了買的 我虧了買不是之後虧喔 而是我買的時候就虧了 這才叫做捧場嘛 那不是這樣 如果是買了第二天的價錢 賣出去立刻賺多少多少錢 這個叫捧場嗎 所以他只要公佈 不是就說OK了嗎 全台灣大概有800萬的股民 就是在股市有開戶的 買到圈購到TDR的 只有200多人 這個是多少分之一啊 那這個叫捧場嗎 請問衛家當時賣康師傅TDR 是去晚上拜託說 欸 王先生我跟他說 拜託 龐丁一下 龐丁一下 都有人來賣 這王先生拜託 龐丁一下10張 我們剛出售價票 龐丁一下 是這樣子賣的嗎 好像不是吧 那應該是 衛家經過精挑細選之後 挑出200多個 這個將來可能 以前曾經給我協助 或是將來可能對我有幫助 我把這個好康 因為這溫潭的嘛 這個怎麼會叫做捧場呢 再來連勝文 其實我覺得這個 連勝文記性真的不太好 年紀輕輕我覺得這樣不好 健康情況可能有點亮起紅燈 老師剛剛的手版裡面告訴我們 2014年1月15號 他有講過 我當時沒有擔任永豐營的董事啊 那今天怎麼講說 我當時是董事所以我捧場 當時連勝文為什麼要這樣講 是因為當時有人在質疑他說 你自己成銷嗎 TDR是你永豐正成銷 你是永豐營的董事 你怎麼可以自己買自己公司成銷的東西 你這個是不是有內線交易 所以他趕快跳出來說 沒有 我當時不是永豐營的董事 那事實上連勝文當時講的是實話 他當時的確不是永豐營的董事 怎麼四格才八九個月 他現在突然失憶了 2009年變成永豐營的董事了 因為當時是從事實話業 所以講實話 現在是跟收水有關係 老師我覺得他可能是假油喝太多了 所以就失憶了 是 漢君兄 所以現在回過頭來問有其中 進退失去其實有一個 其實有一個就是像他或者羅淑雷 對柯文哲所做的事情 我們也希望是這個樣子 就是說我彈出來 我買了25張 多少錢 當天買多少錢 第二天上市的學生是多少錢 然後我什麼時候賣 我賣多少錢 這會很難嗎 這會很難嗎 我告訴你 智慧你剛才說 如果他是虧著買 他早就拿出來了 不用我們今天這麼說 對不對 我如果我是虧著買 我拿出來跟你說 我們吃得每個點點 沒有人這麼說 這個就是捧場 那就是捧場 我說明明知道沒有人買 他不要說捧場 我們也會說這會去跟捧場 有知性 這個就是因為 這個其中一定有鬼 他當然聯邦講一個重點 那個圈購TDR 什麼叫圈購 那是鼎心要同意說 我要給誰 我要給誰 是誰去圈 對 不是說 他們有風金在說有圈購了 我說我要來撐 就給你圈了 沒有 他還對一下名單 中聯方什麼卡繡 哪有 對 一時來春節 你是要來亂 這個都是頂性 中聯方公 我連捧場的資格都沒有 對 他去趴車好 他不能捧場 他最多只能鬧場 對 但是你一鬧場 絕對沒有好下場 對 抓去關 這個是整個就是 他們已經 而且這個就是說 陶戰聯方公這個名單決定是為什麼 就是不只是說 他認為這些人有幫助 而且是一定是 以前就有建立關係的 我們這樣講好了 以這個連戰在中國這個 這個牽涉這麼深入 你跟那邊的台商大台商 沒有不熟 這個講不過去 這些都 你說常理說 你們說跟蔚家不熟 這講不過去 問題是說 你真的需要切割成這樣嗎 還是說真的背後 還有另外我們不知道的事情 我們不曉得那下廢墟再什麼東西 對 但是各位朋友 我對捧場這兩次我很在意 為什麼 這完全脫離我們一般對生活的 的這種理解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看看 今年的1月4號 連勝文 連勝文 預備25張股票 最後怎麼樣 退佣1萬8 捧場還讓人家退錢 還讓人家退佣1萬8 太狠了 是這樣子嗎 所以因此 我們其實要問的就是說 連勝文 為什麼 如果真的是去捧場 那麼說真的 你今天 你這麼缺票 全台北市的人 都得為家 只有你說 頂心或不頂心 反正你這個油 十年不准進來 也就是說 你為什麼會把重點 放在使用油 也就是說 他把混水 收水油把它極大化 然後把衛家跟點心極小化 這樣做台北市的請求 可能有困難 因為這個就是一種什麼 就是一種心虛 自委 我告訴你 連勝文應該 今天他選票都要有幫助 他應該出來嚇 說 衛家你害我買TDR虧錢 他嚇了 不是 他今天為了選票 他為了選票 可以出來嚇江儀化 我們可以請問一下 現在全台灣人大家對於 有沒有人說江儀化下台 有沒有說江儀化你離開台灣 沒有 沒有 所以對衛家 他那個痛恨的程度 他應該對頂心衛家下重手才對 是啊 老師你怎麼知道 他不是因為選票 所以不敢屌衛家 那我怎麼解釋 因為 照理說合理的推斷 現在這個滅頂行動 衛家是郭街老鼠 連馬英九都說出來抵制衛家 你為了選票 應該要去屌衛家 是啊 站在多數民意在這邊 可是連勝文看到的 也許是我們沒有看到的 他不曉得是為了他的選票 還是什麼票 所以他不敢去屌衛家 我只知道他拿到 我們拿不到的 但是我不知道 我知道我看不到他看到的 不管怎麼樣 我們一段時間到這裡 休憩一段時間到這裡 說實在 柯P有時候令人很討厭 他這個人真的滿傲的 沒錯 講話有時候很白目 但是他現在跟連勝文 我就覺得連勝文 你在有一個地方 讓我覺得你沒有辦法跟柯P比 那就是說 好的或壞的 柯P他講錯話了 用嚇 那你就要認錯 那我現在就問嘛 連勝文你今天去 你也去攻擊柯P 跟很多人一樣 但是連勝文今天在財產這一塊 他如果說TDR這一個他都不講 然後其他也不動 很多朋友 年輕人 年輕人 錢人的告訴我 他也倒閉下去 這個兩個禮拜以前 還記不記得 這個聯營的人說 兩邊都一起公布財產 對不對 是啊 一起受到檢驗 台北市官機公會 你做會來查賬 對不對 在哪裡去了 不知道 我跟你講 其實喔 退而求其是 我們 全台灣所有的老百姓 都不會懷疑說 你連家有錢 不會懷疑啊 連家有錢 你爸有錢 你阿公有錢 你阿公我有錢 所以你有錢 我也不會懷疑你啊 不然你就不會打得快 不會打得快說 都是靠我自己嘛 對不對 你老爸再加碼說 我這個兒子全部靠他自己 你也不過17年 可是你卻去質疑說 柯P子公布18年的扣證賓 如果早知如此 何必當初 為什麼呢 因為 TDR幾個賣 幾個賣 如果照你講的 可能是這個賠本賣的 對不對 那你 你就把這個列得清清楚楚嘛 你工作17年 我都幫你算了 又有卡董事長兩年 你說這兩年則你很敗心嘛 生病四個月沒有工作嘛 沒有出來嘛 然後什麼什麼 然後海外公司說 一年沒有收入 你一年賺多少錢 如果這樣的話 你不要說 你不要說 我一定要你拿出扣小平單 是不是你扣我都不用 是 那你拿個表給我 弄個表就好了 你從開始出來 1997年開始出來 上班 還是自己當副總裁的時候 你十九月薪水是多少 你賺多少錢 一年全是多少 整個加起來 都要一億三千多萬 我就服了 我就追幾百人 你為什麼連這個你都講不出來呢 是 兩況 其實就有人在問 今天如果是連續人當台北市市長 而台北市出現像 頂心這種事情 也要大聲 但是其實都不夠 那我記得連續以前講過一句話 好啦 我有財富 那怎麼樣 沒有人可以收買我 我就要問 他今天對頂心的態度 為什麼是這個樣子 對頂心的態度這樣子 當然就是 顯然他們是屬於 都是屬於特權階級的人 我這樣講 就是心心相喜吧 就是 對 就是大家都有特權嘛 那 他們過的那個是雲端的生活 跟我們一般的普羅大眾的生活 其實是不一樣的 所以 你可以想見連勝文 剛剛 志偉在講說 他切割26切 我其實我仔細觀察過 連勝文從參選到現在 包括黨內出選到現在 他從來沒有認錯過 他講錯很多話 但是他從來不認錯 柯P也講錯很多話 但是柯P常常在認錯 因為他講 他認為他唯一認錯 人家會以為我是柯P 當然這兩個都不好 但人難免會講錯話 你不要 也不要太常講錯話 但是我覺得講錯就要認錯 可是連勝文我觀察發現 他講錯話 他從來不會認錯 而且他都是別人的錯 所以你真的不要覺得奇怪 哪一天 萬一連戰不小心做錯事了 哪一天 蔡依三萬一不小心做錯事了 而這個事情 可能會影響連勝文的前途的時候 他會跟你講 我跟連戰不熟 他不是溫巴巴 對 他蔡依三是誰 你沒事幹嘛睡在我旁邊 他真的會幹這種事 你看他連對衛家都可以 切割到這種徹底的地步 讓個人而放棄他 對